而且很多姊妹都會說 欸你在那80個大帥哥面前 你很爽欸 你會很幸福 一直講這種 他就是新的主持人了我要走的 你不要這樣哭 你不要這樣哭 嗨大家好我是夏語心 歡迎收看今天的迷人說生活 今天的迷人說生活呢 來的這一位是我本人非常喜歡的一個後輩 然後也願意把迷人說生活的主持棒交給他 我已經曾經跟他討論過這件事情了 讓我們歡迎木木 哈囉 迷人說生活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木木 朋友們大家好我是滴滴無二的木木 他就是新的主持人了我要走了 你不要這樣哭 你不要這樣不敢當 那你自己其實原本是喜歡主持這個工作嗎 我本來就不排斥 因為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夢想 好 因為我的夢想呢 一是演員 然後二就是想要當配音員 OK 然後三可能 maybe唱跳歌手 對這樣 四主持囉 四才是主持 對 可是我當下並沒有覺得說主持怎麼會先到 我其實完全不排斥說 這只是我剛好列的是四個 只是我沒有想到主持會這麼快就進來 是因為我在說話上面 可能大家以前都會講說你講話怎麼那麼清楚 那是因為我小時候就參加過語言講啊 朗讀然後台語言講 然後再加上我爸媽是老師 所以我只要咬字 發音不標準 他們就很很愛糾正我 而且我小時候都很 都必須要被規定早上都要面鍋與日報 等於說我看字的理解 可能也因為從那個時候開始稍微比別人快一點點 那我問你喔 你有沒有自己印象很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 一定是原子少年 他算是我第一個參與的這麼大型的節目 因為我是參加女團選秀節目DD52嘛 然後因為講淘汰的感言這個關係啊 講得好像稍微比別人多一點點 於是這個好心人張哥呢 他就問我說你還不要嘗試看看主持 那我當然就覺得有機會 因為我是新人有機會那我們就接嘛 完全沒有料想到 就是我明明被淘汰了 可是卻有辦法在 兩年之後又再次的 站到同一個熟悉的地方 跟同一個製作團隊 大家熟悉的人都在 當下原本我是跟何美 何美姐說好說我們都在後台 有點像我們那時候DD52的 就是漢典老師一樣 他就是一個在後台跟選手暖心的陪伴 就是不會到場內去跟大家一起比賽 然後很多前輩都在那個地方不會 結果到我們要開錄的前一周 張哥臨時說 你不要在後台了 你去棚內練習 你去前面 然後我就突然整個壓力刪到 我除了要被80個人的選手資料之外呢 然後我還必須要在四位飛行導師 就是Ella姐 Nick哥 昆達哥 然後易德老師 四位我都這麼崇拜的偶像面前 拿麥克風講話 真的是我壓力大到不行 我那時候就會一直亂想 然後想說他們四位 自己嚇自己 大前輩怎麼會想要陪著我練習 我那時候是連就是導播說 5 4 3 2 要停一秒都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導播都會說 我們再一次喔 因為那個那個 但是大家都在80位選手 然後四位都在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每一次上台我都 皮皮挫到不行 但因為在那個時候才快速的成長吧對不對 對 就是在這種壓力大的情況下 你會突然 要說突飛猛進馬 我覺得我也沒有到那個程度 可是我覺得我的抗壓性變強了 而且很多姊妹都會說 欸你在那80個大帥哥面前 你很爽耶 你會很幸福 一直講這種 我只能跟大家講 我專注在我自己當下要做的事情 都來不及了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看他們 我發現主持就算你的功課做了200分 但你永遠不知道 你今天會遇到什麼樣的難題 所以 所以今天來賓可能是1000分這樣 立刻被打趴 這樣 立刻被打趴 所以好像我自己有一個 觀念是我覺得主持好像 必須要先丟臉好幾次 對 一定要先踢到鐵板好幾次 大拇指先瘀琴 對 才會走得長遠 對對對 我們要一起撐很久喔 哈哈 不用擔心 現在主持下來啊 你有沒有 有遇過比較低潮的時候嗎 參加DD52 林德世代之前呢 我是演舞台劇比較多 那因為我剛剛講 我第一個夢想就是演員 因為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演戲 在跟誰講話嗎 不知道 到底是有誰 我可能有導演在看吧 我非常喜歡演戲 參加DD52是因為我自己也 非常喜歡唱歌跳舞 所以想說那就去比比看 不管最後有沒有出道 好 國不起來就被淘汰了 淘汰 淘汰之後 就意外踏上主持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 我在 參加D52也是一個 短時間內 必須要快速 會快速成長的一件事情嘛 然後我 一定比其他他們本身 就想要去出道的人 還要來的 不懂跳舞跟唱歌 所以那時候我又額外去上了 唱歌課跟跳舞課 然後整天在想 要怎麼樣對鏡頭放電 好 就這樣喔 累積了這樣半年多 我被淘汰之後 我回到我們學校 要去演舞台劇的時候 我發現我 完全不會演戲了 班上也給我一個 蠻重的角色 沒想到燈光一亮的時候 我竟然在想我現在這一面的臉 有沒有漂亮 欸 很難過耶 你知道嗎 因為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我已經完全不在角色裡面了 我就覺得說天啊 我是不會演戲了嘛 然後我大概到 開演10分鐘我才開始 慢慢找回演戲的感覺是什麼 所以你有覺得這些演藝圈的前輩們 其實都很厲害 非常厲害 您也是相當厲害的 沒有 我那時候有 我跟你講這角色其實是很難轉換的 開戲可能是我 想多學習一些新的技能 或是想認識多一點朋友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接一個客串的角色 可是主持人呢 就是要一直看著鏡頭 對對對 但是呢 演員是不能看著鏡頭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演一演 然後就看著鏡頭想說 天啊 我在跟誰講話 這怎麼辦 就只能卡嗎 因為連我自己都覺得很好笑 但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這些很厲害的很多前輩們都不錯 你有哪些人有給你一些指點嗎 就是讓你覺得是非常受用的 在地圖2被淘汰之後 有一個機會可以讓我進到 楊錦翔演劇團擔任單身組隊友 這部舞台劇的導演助理 就是算是一個實習生 那裡面有一個主演呢 就是我個人非常崇拜的主持人 前輩就是魯魯 所以那時候在一起參與排練的過程當中 我就是做好自己的分內的工作之外 我但是又一直壓住自己是迷美的心情 但是就從旁邊這樣觀察他 那沒想到就是在開演的前幾天 我們要進館的時候 那天已經到半夜了好晚好晚 然後他就問我說 默默你等一下要怎麼回去 我就說應該搭車吧 他就問我說 你要不要搭我們保姆車 我人生做的第一台保姆車就是我的主持前輩的喔 然後我想說天啊好開心 我就這樣好啊好啊這樣 他就不下車了 隨著黏住 沒有有下車 可是我以為他這麼累了 然後又去拍舞台劇 他可能一上車到一個舒服的地方 他應該會休息吧 結果沒有 我就坐在最後面 他就轉過來用非常親切的語氣 問我說 默默你最近還好嗎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我一個新人耶 然後 也只不過也是一個導演助理 一個實習生 沒想到你會突然關心我 我就稍微簡略的跟他分享說 我最近有點不知道我想要做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不要去排斥任何的事情 因為你一定會在這些過程當中 遇到你想遇見的人事物 哇這句話我就記到現在 所以我就告訴自己說 不管我現在做的事情 我有沒有百分之百快樂 但是我一定可以從當中學到東西 然後他也一定會成為我必經的過程 因為Lulu其實也算是先主持 然後才開始拍攝 主唱片 然後才開始拍戲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出發點只是 不太一樣 但是要到的終點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就算繞了一點遠路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但是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其實很多讓你印象深刻的那個主持 你說遠子其實是其中之一嘛對不對 那你自己有沒有印象也很深刻的 就是跟你一起成長的遠子少年們 整選一個喔 對 周子祥吧 喔你覺得子祥 欸我跟周子祥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不是只叫子祥 可以聯名帶姓的這樣叫的 對啊周子祥啊 都要連叫是不是 就周子祥啊 對啊 真的是遠子少年認識的 因為可能有些人 三十錢就認識 對對對 喜歡因為那六個啊 我們可能就已經到現在認識太久了 因為他是完全沒有經紀公司 然後他就是真的看到了這個節目 欸在整選 所以我就去報名 所以他其實有一些美感他可能不太知道 可是他是學習力非常快 可是他就是怎麼樣 好像就是評審老師他們比較看不到他的點 所以那時候我就特別又想要關心他 然後到現在他就這樣又轉移到地球 然後到現在變成歐種成團出道 我就覺得哇他真的是完全靠他自己 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 而且子祥有越來越皮的趨勢 喔沒錯 他真的越來越皮 因為他原本一開始就是可能很害羞 然後什麼都不知道也不太敢講話 然後到現在他已經完全可以坐他自己 那你有覺得誰的反差很大嗎 我覺得是林嘉誠欸 3 4 5年前 我們一起合作了一個我的師姐 就是演藝閣的一個微電影 那時候他們是dancer 然後我只是去客串的一個演員 那他是一個歌舞 歌舞 歌舞劇的那種微電影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起去拍電影 我們要一起跳舞 有一個動作就是他必須要抱著我這樣 公主抱這樣轉一圈 所以那時候他是我唯第一個講話的人 然後我永遠都記得他跟我講的 第一句話是 欸木 你叫木摩 我說對啊 嗨你好 他說我們剛拍電影 你有覺得我哪裡臭臭的嗎 他就先問我說 他就先 我想說這什麼直男啊 好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好這個男生也蠻酷的 然後後來我們就這樣一起 一起越來越好嘛 越來越好之後 我那時候還有主持一個節目 大概兩年後主持一個節目 叫同學來了 知晉級版女孩 那時候我的第一集林嘉誠就來上了 我想說哇自己人 那時候他是連回話都沒有辦法好好講 然後那時候他自己solo的表演也會忘死 就是哇好可愛喔你演有這一天 可是沒想到他現在是 除了他原本小時候很唱 現在又是結尾妖精 又是結尾妖精 然後又什麼什麼台版車影優 然後又怎麼樣又怎麼樣 你的語氣可不可以有一點 祝福一點 就是台版車影優啊 太熟了 他們剛辦完歐總演唱會 我那時候歐總演唱會 第一個哭點 就在林嘉誠他唱他自己solo的歌的時候 因為他內心就住著一個rockstar 男偶像很少有可以這樣彈電吉他 然後這樣唱這種很rock的歌 可是他完全就是做他自己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也沒忘辭 也開始會講一些勵志的話給大家聽 所以我覺得他是我看到成長跟 應該是怎樣 反轉 反轉最大的 該不會加成之後給我留長髮吧 應該不會啦 他應該不會啦 這麼rocker的一個 但是因為你知道你的工作其實是很多 迷妹們夢寐以求的工作嘛 因為可以接近這麼多的少年們 聽說你以前也是追星竹 喔對 是認真的嗎 我認真 我現在膚色原本可以再白一點 我會這麼黑就是因為我追了 MP魔幻力量追了13年 有一次在中立搖滾音樂季的時候 我從早上7點拉著粉絲的小板凳 在那邊等了大概十幾個小時 只為了他們那15分鐘的表演 太陽一直狂曝曬我就變這麼黑了 但你現在遇到鼓鼓他們 還是會有很激動的心嗎 這個反應應該看起來還是會有 還是有 可是我第一個工作 遇到鼓鼓的時候是在一個校場裡面 我心裡想說不行 我當下一定要很ho 我一定要壓住我自己迷妹的心情 我才不會看起來就是還是一個瞎妹 那我當天就是真的完全的沉入氣 有好好表現 有好好表現 我表現 所以沒有換面 沒有 幹嘛換面啊 他就是這麼優秀啊 OKOK 生氣了 給我認真生氣 而且那天鼓鼓真的是太暖心了 他就是知道我喜歡他很久 然後他就除了給我訪問之外 他就突然想說那第二首歌 木木我們要不要下去 找一個兩個人的位置 我們更靠近大家一起唱 我想說哇他就是對粉絲 就是一直來都很充分 沒想到他就找了兩個人的位置 就這樣坐下來 然後他就說接下來我要唱這首歌 簽收我的心 木木你會唱嗎 我就說我會啊 我心裡想說廢話 然後他就說好啊 那不然等一下一起唱 我想說真的假的啊 真的要一起唱嗎 然後果不喜歡到副歌的時候 他就提醒我說你的麥克力拿起來 我就一起合唱 我從原本只是在台下 跟著他一起拿手機合唱的人 到沒想到有一天可以因為工作 跟他一起合唱 然後結束的時候他就問我說 木木你還開心嗎 我就說很開心啊 他就說這是我送給你最特別的禮物 尖叫你尖叫一下啦 只會翻白眼就知道 如果我在旁邊我就大翻白眼這樣 真的很感人耶 果然是迷媚耶 但因為你現在出道的時間其實 一個手指算得出來嗎 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四年 四年 如果再過十六年 你覺得你自己會長成什麼樣子 十六年我幾歲啊 歲數不重要 年齡不重要 數字不重要 一來就罵人 聽到數字很敏感 那個語氣 你說再過幾年 十六年剛好是你出道滿二十年的時候 因為我今年有一個目標 我想要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 我希望我那時候已經有訪過一個 來自國外的巨星 對的巨星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其中一個想要達成的目標 然後希望我那時候已經主持過紅潭了 希望我那時候有得過一個什麼獎 現在是這種許願風嗎 也可以啊 因為二十年後 你就可以看自己的夢想有沒有達成 那人生上面呢 人生上面 已經結婚了嗎 我覺得還沒耶 還是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面 那我希望我那時候已經是一個財富自由的人了 但是我希望那時候的我 還是一個非常謙虛跟閃良的人 聽到嗎 真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 非常的重要 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因為我覺得在演藝圈待的時間長了 你可能會忘記你當初 要加入演藝圈的初衷 讓你錄這個影片也是要讓你提醒 每一年你都可以拿出來看 我就是以前有許過這個願望 然後我一定要記得 我一定要完成這個夢想 不然你就會忘記 你為什麼沒有加入演藝圈 最後你就會想說那就算了 哇 這節目好勵志喔 我們一直都是一直這麼勵志的節目 我跟你講每一年拿出來編 怎麼還沒有主持紅蛋 所以要一直記得這件事情 然後也希望未來在主持的路上 我們有機會可以搭檔這樣好不好 拜託你 就是有機會我們可以有多一點的合作 然後也希望未來越來越好 但我覺得 我覺得每一次的最後就提醒 就是每一位演藝人員 我覺得身體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真的 好啦 再次感謝木木來到我們明天說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哈囉 CBook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木木 歡迎大家來追蹤CBook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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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